看书应该怎么看啊 比方说给你一个Thinking Java这本书你怎么看 一个字一个字抠是吗 我告诉你累死你了 会的就不看 会的不看很正常 关键是说 你不会的那个你怎么看 这个 我踩吧 看的时候怎么看 你已经听过我讲过一遍的情况你应该怎么看呢 就是翻明白吧 翻你看他这小节的内容 我已经讲过了你很熟悉 立马略过是不是啊 一看这小节的内容我没有讲过 但是我说过这不是重点 立马略过 别在那上的浪费时间 行 不是换一个大灯泡应该就行了 是吧 换一个这种 把后面那个也 也那什么就差不多了 把你俩都带了 对 你要是仔细的使劲的抠 抠在你脑袋里头 嗯 因为他里边有有好多内容呢 他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成熟 写过很多年程序的程序员的角度给你讲的 你知道吧 他没有站在你刚刚初学者接触的角度上给你讲 所以我为什么说Thinking Java 你要有一定基础你才能看 就在于这里 对 为什么我说你没有基础的 你应该看其他的书 就在这个地方 OK 那个Thinking Java 严格来讲 他不太适合 就是你刚入门的时候看 他看起来挺痛苦的 是不是啊 嗯 有一定基础之后 其实像咱们现在 就算是有了一定基础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 你要看他的时候 也同样的 你不要说那个 非得花一个月 抠的每个字都特别清楚 然后才来看 才算把它看懂了 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算看懂了 从头到尾的六一遍 这些知识点 他讲的大概的东西 他讲的大概的东西 你都已经在脑子里有印象了 OK 这算你看懂了 真正这个东西 你一看他看懂 你就别死抠了 一个字一个字还跟他抠 我看上去看书 前沿抠了 按在那看半天 你知道吧 看他干嘛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啊 你别理他理他干嘛 面向对象 他讲灯泡啊 这个啊 那个你看一堆 面向对象咱们已经讲过了 你脑子要对他有信息印象的话 看一眼他的提纲就行了 所以看书 首先你溜提纲 甭管什么样的书 对不对 溜那个目录 看那个目录 如果说你现在看书是要追求 达到的目的 我是要掌握其中所有的知识 那你就溜就行了 如果说你要是追求的是 我要解决某个问题 直接奔那个问题去 不要看其他的 计算机书多了去了 有些人有些翻译的不好的 写的不好的 你抠起来会累死你 你会觉得 这种书怎么也会拿到他身边上办 我就不说更难听的话了 好吧 看书要看到什么程度 不要像看课本那样看 要溜着看 要带着问题看 OK 要你写东西的过程之中 有问题了去看他 好吧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们参加工作之前 我参加工作之前啊 基本上要看书的话 像这种书 两天一版 毫不夸张 就是两天一版 OK 然后我就开始动手写 动手写突然间想起来 怎么hello world还不会写啊 接下来去翻那书 因为我知道这个服务书 前面讲的什么 后面讲的什么 这张主要讲什么内容了一张 是吧 带着问题就去翻那书 写这项目hello world 不知道怎么写了 翻这书 哦hello world原来这样写 写完之后 怎么编译啊 不会翻书 他在这讲了怎么编译 去查就行了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所以看书这东西 我们原来我们原来宿舍的有一兄弟 把清华图书馆的所有的书全部看了一遍 告诉你不是说那个包含各种各样的小说 那清华图书馆也不小呢我跟你说 除了那些词典类的他没翻之外 啊 其他的全翻了一遍每天八本书借回去 第二天还回去 没有他看书就怎么看啊 小说 啊 他一看啊 这讲这个的 这小说一看让我写的话我应该这么写行 我估计他也是这么写的 宽机翻到后面 果然你看啊 确实这么写的 算了 这本书干定 哈哈哈哈 当然开个玩笑 就是有些知识啊 你要是真是一个字一字的call啊 你call不过来的是不是 这就算机知识忒多了 你xml你要一个字一字call 你回头咱们讲xml之后发现 xml本身的知识也是 哎呀太多了 好如烟海 一个字一个字call call死你 所以 沿用我那个学习方法好不好 啊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这学习方法还是很不错的 拿到一本书之后 看它的提纲 大概知道哪部分讲的什么内容 OK 如果这个时候你有特别感兴趣的 赶紧着子思细细的赌一赌就完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动手做东西 要产生效 要给自己挣钱 是不是啊 在这个过程之中 遇见任何问题 哪怕一个小问题 回书上去查一下就行了 这本书没有 没有没有换一本书 OK 就可以了啊 一个字一个字死call 那是call课本 那是应试教育 不说应试教育坏 不是那样 应试教育 他自己的作用 你拿你的文凭 是不是啊 这个社 这个社会还是要认文凭的 但是你真正当当 实际当中工作之中 你还要沿用这种方法 那就不对了 实际当中是 面向实际 实事求是 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是不是啊 做出东西是第一位的 目的不一样 手段就不一样 好吧 废了好多话 我们下面看下面的内容 啊 下面内容我带大家 Eclipse里面怎么开发 这个Jobweb程序 怎么写Thirdate 怎么写GSP 放屏幕 下面我们就谈 使用Lonbus Eclipse 来开发 Tomcat的应用程序 Web Application OK 点有点New Projector 咱们原来一直New的是一个普通的JavaProjector 这次换别的 往下看有一个Web 打开来 DynamicWebProject Next 跟着我做 动手跟着我做好吧 我一点一点的带着大家走 DynamicWebProject 这个什么意思啊 动态的Web 动态的Web 项目是不是啊 哎 静态Web项目就是HTML CSS JavaScript 这是静态的 加JFP30 这就是动态的好吧 DynamicWebProject Project Contents 就是说你的项目的内容默认会放在哪里 默认会放在我们Workspace下面 Use Default OK 看我屏幕 Target Runtime 这个说的意思是 你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原来咱们说过一个Web Application 是什么东西来着 它就是一个目录 它有特定的目录结构 然后你拿这个特定的目录结构 它符合J2E的标准 这就是一个Web Application 一个Web Application 应该可以跑在任何的支持 JSP Server里的支持J2E标准的任何一个服务器上 所以在这里你要选 你要运行在哪个服务器上 Target Runtime 你的目标运行环境是哪一个 有吗现在 没有 边上有一new new new new一个运行环境 这个运行环境 它支持的全部都列在这里了 JBOSS 这个咱们以后会讲的 还有 什么IBM的Web Sphere 还有 Oracle的 它叫做 Oracle的 Application Server 应该叫做这个 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我屏幕 往上看 BEA的Web Logic 还有 Apache的 Tomcat 5.5版本 看到了吧 我们当然选 Apache Tomcat 5.5 选下一步 接下来你是给这个运行环境 也就是Tomcat的这个Server 你给它起一名 Apache Tomcat 5.5 这个名字挺好 你在 你现在new的这是一个Server的运行环境 注意这个运行环境 实际上你要依赖于Server本身 所以你要告诉他 你这个Tomcat是安装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Tomcat Installation Directory 咱们Tomcat安装到哪了 你安装到哪了 你就选哪 我的是D盘 Tomcat 5.5.17 确定 JRE Java的Runtime Environment 说白了你要选哪个版本 默认的就行了 Workbench Default 我们的工作台默认的那个 当然默认的是5.0 是吧 就行了 Finish 注意 这里就有一个Target Runtime了 这个Target Runtime 是我们Apache Tomcat 5.5 看我屏幕 选 点下一个 下一个呢 那么这里Predact的Facets 说白了Predact呢 前面运行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这里头比较多 ApacheStress 它自动的可以帮你写Stress程序 那么还有什么呢 JavaServerFacets 这个我原来跟大家提过 是不是啊 叫做JSF 当然还有其他的 咱们就用手动的最基础的Dynamic Web Module以及Java 就OK了 选 Next ContextRoot 这里指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WebPlacation的根路径 当然是TestWeb TestTomcat 是吧 ContentDirectory 这个指的是 是我们的那个放Web 那个根路径 什么意思 放HTML 放JSP 相当于我们Test的那个目录 听明白了吧 WebContent 大家想一下 作为一个WebPlacation来说 你一边写这个静谈的内容 HTML JSP 你还会写 还会写 还会写JavaBin 对不对啊 那么这些个Java的原代码 它也给你组织在一起 不像在我们原来一样 我们原来JavaBin 是在这个Eclipse 在Paste底下开发 JSP在UltraEdit写 是不是 Web.xml在其他的地编辑 够累的 相当累 Classes自己建 把3D的考进去自己配等等 相当的麻烦 那么 Eclipse Lambos Eclipse 这个你不需要了 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组织在一块 OK 咱们要是改了东西 还得从重新的DOS窗口 启动 停止 shutdown startup 特别麻烦 好了 Lambos Eclipse 给你组织在一起 先finish finish的过程 它会 哎呀 它会到网上进行一个XML的validation 这什么意思我再说啊 会稍微麻烦一些 稍微慢一些 只是第一次 后面就会快了啊 怎么样 大家到这一步了吗 到 笑什么呀 到没到 我这个 那个Lambos 不知道没了 文件没了 所以说 又没了 我不知道又没了 怎么又没了 一查那文件 没有了 让我查询了 怎么打 打不着 好 来看我屏幕 它会弹出这么一框 它说 碰见英文 你别害怕 你读一读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不会读 是不是啊 碰见蛇你要周旋一下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怕蛇 是不是 这东西就是慢慢练出来的 OK This kind of projec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J2EE perspective 他说 这个项目是和J2EE的那个视图关联在一起的 Do you want to open this perspective now 他说你是不是要打开这个视图 咱普通的项目是和Java的视图联系在一起 看这边 和Java的视图联系在一起 是吧 那么 这个Dynamic Web Project是和J2EE的perspective联系在一起 当然你要打开它 Remember my decision 让它记住 别每次老问 Yes 请看 它已经要切换到J2EE视图了 切换过来了 这是J2EE的视图 J2EE的视图和其他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servers 看到了吗 servers是吧 这个servers干什么事的 一会再说 好了 test Tomcat 前面的这个项目的图标都不一样了 Deployment Descriptor test Tomcat 这个先不去管它 Java resources project explorer build web content window show view 切换一下 切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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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e explorer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跑这儿来了 偷到这边来 回到我们package explorer 好吧 回到这个视图 注意啊 这是一个project explorer 这是package explorer 这不一样 我们回到package explorer 会看到我们source内幕录 OK 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写javabin或者写server 都可以在这儿写 接下来 请大家往下看 这是我们需要的 java的运行的环境 我们需要的炸包 都在这里 JRE的system library 同时既然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运行的目标 运行的环境是tomcat5.5 它会自动的把tomcat底下 我们要用到的这些个炸文件 全部的都给你包含进来 包含我们的server api.诈看到了吧 下面是webapplication library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webapplication 将来要用到的 各种各样的炸包 OK 比方说我们要连数据库的话 怎么办 引入相应的各种各样的炸 如果是要连oracle inclasses12.诈 如果是要连myseq inmyseq 有自己的炸 如果你要连sico server 有sico server自己的炸 当然你可以通过 gdbc odbc 是吧 那个网上去看就成了 build build是编译之后 编译好了之后 搁哪啊 这个不说他 看我屏幕 看这个webcontent webcontent下面有一个目录 叫webinfer 看到了吧 它会自己的帮你把这个webinfer 把library目录 把这个web.xml 帮你建好 双击打开web.xml web.xml web.xml呢 它有一个类似于图形的界面 但是你应该看它的source 直接看它的 看它的原代码就可以了 好吧 ok 以后你改web.xml 不用像原来我们那样 非得用rtrue edit单独来改了 在同一个界面里面直接改就行了 接下来我教大家写一个gsp 最简单的gsp 看我屏幕 webcontent上面点右键new new一个新的 往下拉other 跟着我做 new other new什么呢 往下拉 找web 看到了吧 web里面你能new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new一个gsp ok 接下来写你gsp的名字 随便写一个 hello world from eclipse.gsp 写好之后直接finish 请看它自动的会帮你生成一些内容 ok page language java content type text html chset 稍微给它改一下 改成 gpk 或者gp2 312都可以 page encoding 说的是我们这个文件本身 本身我们写这个文件 网上写字母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编码啊 这个文件 本身的编码 gpk meta里面改成 gpk 搞定了 这个gsp自动的帮你生成一些 好吧 那么接下来你要写任何东西的时候 比方说 百分号 out. 直接println 又有了 又有了我们原来熟悉的写jf代码的时候的感觉了 是吧 hello world from eclipse 这个还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你直接可以在这个界面里面直接运行它 看我屏幕 点邮件 文件上点邮件 runs 请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选项 叫run on server 有人说老师 他他会run在哪个server上啊 run在刚才我们配置好的哪个运行环境上啊 我们配置哪个他就他就run在哪个运行环境上 run on server 这里头会出一点小问题啊 你看着就行了 看我屏幕 刚才我们配置了一个运行环境是tomcat5.5的server 是吧 server hostname localhost runtime aparty tomcat5.5 把这个给勾上 set server as project default 把这个server当作我们project的默认的那个运行环境 不要每次运行一下都要问我一下 不要每次运行一下都你有一个新的运行环境 那样的话太郁闷了 finish 这时候你注意看他多了自己多了一个项目看到了吧 自己多了一个项目叫server是不是啊 ok 这是他自己建的你不要管 接下来他要他会他会自己的会尝试的启动这server 结果启动的时候会有错 为什么呀 咱们已经起了一个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了 把它 shadow 等他退出 等他退出之后我们再运行 runners run on server 他说update the context root for web module tester update the context root of the web module to match the current setting 是不是更新一下我们这个运行环境 更新 更新也可不更新也行无所谓 他正在启动我们这个server 自己正在尝试启动 看到了吗 starting 好了已经起来了 这是启动的输出的那个界面 是不是 他也凑合 这是console的输出 接下来一个新的 类似于IE的窗口被拗出来 OK 在这里运行了 这是原文件 这是运行以后的 看明白的意思了吧 嗯 你也可以放大了他自己改这里面的内容 随便改 好吧 好了 这就是在同一个界面里面 既做开发 又做运行 是不是 当然还可以做调试 等调试的等回头 我们讲到调试的时候再说 OK gfd调试呢 一个是你就可以用那个笨办法 跟大家说过那办法 删一点 测一点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使用 tomcat给你提供的debug的功能 那么对于这个功能来说 不是特别的好用 因为第一个他速度比较慢 你知道吧 gfd跟踪的时候不是特别好跟踪 另外呢 gfd经常写的程序并不是很复杂 所以你用笨办法完全可以解决 这个我回头会讲 好吧 使用哪个办法 哪个都行 无所谓 关掉 你的server就起着 不要再停它了 当你下次再运行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快了 直接就起来了 看到了吧 它第一次运行会要自己起那个server ok 你以后 不要删掉这个server的project目录 好不好 删掉它的话 那server就没了 这是开发一个gsp 你们写完了吗 跟着我做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们试着再开发一个server里的 好不好 在source上面你可以点右键new new一个other 这次我们选server里的看到了吧 选server里的 这个server里的呢它有原文件 原文件所在的路径 testtomcatsource下面是吧 你可以选一个包 挑一个com.bg上鱼糖点 server里的 class的名字 hello world 老写helloworld 老写helloworld 写都烦了 HW 就叫HW得了 好吧 看我屏幕 superclass 它的负类那当然是httphtp3 是不是 直接写 直接finish 稍微慢一点别着急 自动帮我们生成代码 自动帮我们生成构造方法 生成的 JavaDocs可以用的 这是non-JavaDocs 这些个注释呢 暂时先给它删掉就完了 回头再说注释的问题 这是给我们生成的 可以生成JavaDocs的代码 是吧 自动帮我引出各样的包 各种各样的包 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些个代码 自动帮我们起好名字 request response 哎呀感觉到世界又美好了一些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了你可以写这个30 回想30怎么写的 printwriter out 等于 当然你要用printwriter的话 需要引入 IO 简单起见 IO点星 printwriter out等于 response点 你现在如果要忘了的话 OK它就可以给你提示了 getwriter out.println hello 寫do pose的时候 简单起见你可以vist.do get 真好 自动的帮你什么都填好 是吧 OK搞定了 我还需要对它进行配置吗 如果你还需要让对它进行配置的话 那还叫自动化的工具吗 好 点邮件 点邮件 runners run on server finish 我刷 我刷 刷也不行是吧 在这个server上面 在这个server点邮件restart 重新start一下 restart 现在正在stopping 正在停止 停止完了之后 正在重新启动 restarting server starting 好了 server起来了 started 走 没问题了 这是它的 我觉得这是它的做的不好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弄的时候 总是弄不出来 必须让你稍微重启一下 这个没办法 好吧 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稍微慢一点 但是已经比我们手动要配置这个东西 已经要好很多了 看我屏幕 如果你对它的配置不满意 webinfer下面web.xml 大家看它自动帮你配好了 看到了吧 server mapping OK 自动已经帮你配好了 感觉到世界又美好了一些 有这感觉应该 没这感觉 没这感觉我希望你做回正常人 好吧 请大家要注意 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的gsp文件 应该放在webcontent那个根目录下面 或者是它的子目录下面 千万千万你别放到webinfer目录下面 或者是metainfer目录下面 能理解这意思吧 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同学遇到的最多的错误啊 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光当里边去了 你要给它搁里边 这玩意儿你永远run不起来 runners run on server 你永远run不起来 听明白了吗 所以搁外边来 认清楚 OK 动手把这个series建起来 动手把那个gsp建起来 使用现代化更现代化一点的工具 认识一下longboss eclipse 怎么来开发 javaweb application OK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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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